大家好,我是基德 人类这种生物其实不太适合在大自然中生存 比如我们看速度 一个成年人类的步行速度是每秒1.2米 在古代为了抓住6 人类的冲刺速度可以达到每秒8米 但这其实特别慢 因为即使是6吨重的非洲草原象 奔跑速度最高竟然也可以达到每秒11米 这跟博尔特的每秒11米多的顺时速度差不多 有人说了 大象怎么可能比人类跑得还快 确实有点离谱 这可能是因为大象的奔跑姿势非常奇怪 双脚从不同时离开地面 生物学家一直在研究这种格劳桥姿态 想要帮助肥胖的人也能跑起来 反正人类是一种特别不擅长奔跑的动物 那如果人类想填饱肚子得抓野兔 问题是兔子的奔跑速度是每秒18米 还是比人类快太多 如果人类想在凶猛的食物动物口中活命 也不容易 老虎的奔跑速度是每秒18米 狼的奔跑速度是每秒16米 狮子奔跑速度是每秒22米 每个都是人类的两倍 有人说我会划铲打他们肚子 问题是一般划铲打速度比你慢的动物比较容易 人家速度本来就比你快 你还真反应不过来 还有更快的猎豹 它们奔跑的时候 脊柱可以做到极度弯曲压缩 然后在展开的时候 就可以像弹簧一样把自己瞬间弹射出去 所以猎豹的顺势速度最快可以达到每秒36米 是人类的三倍还多 再加上用来控制方向的尾巴和增强摩擦力的爪子 基本是吊打玩弄人类 除非你有多猫棒或者极致糖浆是吧 为了从这些猛兽嘴里活下来 人类想到一个办法 就说服其他食草动物和自己一起逃命 经过各种尝试 发现马比较好骑 目前一只马的最快速度可达 每秒21米 这样人类的速度翻倍 非常适合逃命 多提一嘴 人类这种猴子也比较贪 发现骑马解决了自己对速度追求之后 开始追求持久了 就发明了驿站 让不同的人骑不同的马接力跑 无限续杯 一下子又把效率翻了好几倍 通过剥削劳动力 一下子吊打了一堆陆地动物 古人通过驿站 写封信 一天可以传递150公里 没问题 如果是加极舰 那一天最多可以跑下来230多公里 尤其是打仗的时候 这信息传播速度就特别重要 你前方的军队都造反了 结果过了两个星期你才知道 人家马上都打到家门口了 那肯定不行啊 所以在远古时代结束之后 人类追求速度的重点 基本就从逃跑和捕猎 切换到了工作和生活上 到了19世纪处 人类终于发明了 不用欺负动物 也能跑起来的工具 比如自行车 它的速度一般达到每秒8米 这虽然和人类冲刺速度差不多吧 但持久啊 关键是终于不用一出门就到处找马了 同一时期 人类又开始尝试用蒸汽动力 替代心脏动力 发明浪漫过路 你添一产子没 就能跑起来的火车 其实火车刚开始被发明的时候 速度只有每秒2米 跟你走路差不多快 你都想象不到 火车经过多年改良 到民国时期 速度才终于达到每秒10米 和人类跑步极限差不多 等到19世纪末期 花了100年 成型的汽车又被发明出来 速度按100公里每小时 也就是每秒27米算的话 已经跟猎豹差不多了 这也就是说 我们现代智人 从十几万年前 被猎豹追着跑开始 一直坚持到100多年前 才终于开上小汽车 让人类个体 也终于能在地面速度上 达到猎豹的水平 太不容易了 而且小汽车的耐力 要完胜猎豹 就是科学的力量 再往上 就是我们熟悉的高铁动车 火车改良来的东西 从烧煤改成用电 中国高铁经过六次大提速 现在平均开个每秒55米 没什么问题 继续 F1比赛中的法拉利跑车 平均速度可达每秒75米 也就是时速270 但我们知道 这个速度其实现在很多民用车 也能开出来 所以我们不用讨论赛车 我们讨论普通人也能开上的 代表性能的那些车 一般叫GT 现在这个概念 可以泛指接上那些超级跑车 很多厂商在车屁股后面卸上 GT两个字 就意味着这是我最牛逼最快的车型 比如福特旗下的GT超跑系列 非常经典 威巴发动机500多匹马力 这么多马在古代马车前面都没位置站 再比如日产的GT2 还加了个R R代表Racing Sport 赛车运动 组合起来好像更快的样子 GT2和福特GT的最高时速都是300左右 我们按每秒83米算 非常夸张 已经没有任何地面系动物能达到这个数 在现代 人类基本已经孤独求败 站在地面系动物速度之巅了 一秒钟飞跃83米 从普通人的角度来说 我们已经很难再更快一点 而且这些年 好像大家已经逐渐放弃了对速度的追求 谁买车还会去看最高时速吗 那不会吧 但我们只要稍微再想一想就会发现 并不是 我们只是把对追求传统速度的激情 完全转移到了信息传播效率上 而现在 每个人的手机就有每个人的信息传播中单 我们在买手机的时候 总之会说 卡不卡 快不快 有没有更流畅一点 这是因为在信息时代 速度就是金钱 我的朋友 有个电影叫疯鸟计划 为了在华尔街那种高频交易中 争取到16毫秒的时间 他们甚至愿意花几千万美元 挖一条笔直的光缆隧道 这个算夸张 但对于基金操盘手 或者参与股票期货的这些金融行业的人来说 分秒逼真 显然太正常不过了 这就意味着 我们对于信息处理终端 也就是手机的速度追求 是实在在的 谁都不想要老爷车 谁都想要超高速度 超低颜值的 像汽车中的GT跑车那样的GT手机 正好在刚刚过去的3月4号 realme致敬GT赛车对于速度追求 全新推出了真我GT旗舰手机 既然都GT了 首先就得有一个强大的芯片 真我GT装配了今年的安卓旗舰芯片 高通销浪888 相比上代 在大中核心上缓存翻倍 图形測速度提升35% 能效提升20% 触控响应速度提升20% 处理AI系统的NPU 算力提升73% 芯片代表的是信息处理的能力 第二步是把信息从芯片输出到手机屏幕上 同样要求得快 因此真我GT配备了120Hz的 Super AMOLED电竞品 但是仅仅这些优秀的硬件配置 又怎么敢叫GT呢 答案就是 这款手机还藏着一个秘密武器 它就像跑车一样 能够随时开启运动模式 而在真我GT手机上 则被称为GT模式 当你玩游戏的时候 打开手机的GT模式 骁龙888的满血差异大 和将马力全开 触控采样率 就是手机屏幕感应你手指的 那个灵敏度 会飙升至240Hz 一般的苹果手机 这个值只有120 你就会比别人更觉得 屏幕丝滑跟手 同时GT模式会帮你 把其他一系列的画质 振动感等软硬件 瞬间都开到极致 让你玩得更爽 配合骁龙888的超强性能 在打团的时候 就是比别人快 像那么几毫秒 体验拉满 那我们知道 芯片满负荷运转 温度就会高 真我GT手机 就为此精心设计了散热系统 即新一代的VC Boost 散热有三种方式 热传导 热对流和热辐射 在手机散热方面 以往的散热材料 大多采用铜进行热传导 铜种材质散热性能确实不错 但用久了容易生锈 这样的手机 很容易用一段时间 就热烫烫手 而真我GT 首次使用了钢铜复合的散热结构 在传统的铜线外面 包了一圈不锈钢外壳 通过热对流和热辐射 更快地将热量散发出去 还能避免和延缓铜的生锈程度 这样的最直接成果 就CPU核心最高降稳15摄置度 相比上一台机型提升50% 最后就是续缓问题 法国热芒每年举办的24小时拉力赛 无数GT赛车 要在300码的速度下 连着开整整一天 这个时候 你多耗费一秒在停车整顿上 就会把比赛成绩拖慢一秒 现在热芒赛车连维修代加油 可以做到30秒 而F1三秒换态 已经是很多车队的基本操作 在加油的时候 都要把速度压缩到最快 这样的速度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而不断推翻过去 挑战120%的自己 这就是GT精神 真我GT手机同样如此 配备的65瓦超级闪充功能 35分钟充满100%的电量 完全没有电量焦虑 GT就是每个普通人 能接触到的最快速度 在如今的手机赛场上 Realme真我GT手机 就不断超越自我的GT赛车 性能芯片 高速屏幕 GT模式 高效散热 急速续航 在它面前唯一的敌人 只有过去的自己